大家好,歡迎回到廣東話軍事頻道NHK,《軍武器宴》 我們節目主持人Larry 這是第二節的世界防衛消息 第一個想說說美國F-15E的情況 F-15E最近被研究究竟可否做一個孤雷的角色 以往都被研究做炸彈卡車 主要是F-15E有大量的孤雷掛架 令它可以擠到差不多22飛的空對空武器 亦可以擠到大量對地的精確制度武器 現在除了這些軍火庫形式的想法外 最近F-15E有注入新元素 這個新的元素是ACE元素 這個叫Agile Combat Employment Initiative 另外安裝是適應油箱的位置 大家有沒有發現好像浪上去 不像平時我們見的吊著傳統掛架 所以有個好處是封鎖小很多 封鎖小很多時,飛機飛得順一點 阻力小一點時,耗油又會低一點 所以為何可以令到行程增加 這是無形的好處 放在極色形油箱附近,貼住的情況 以往F-15E可以帶大約9飛的JDAM 現在一例加到15飛 主要可以攜帶三種不同的GBU情況 你看到我們剛才說的GBU-38 可以掛過2000磅級的GBU-31又可以 所以戰術彈性事實是非常好 以往F-15E很少擺放 擺放 擺放為何這樣呢? 因為這種新擺放 其實它不可以直接拿來攻擊 即是它沒有這個功能 額外我們剛才說的9飛都可以直接攻擊 但正如陸飛,即是浪在外面那些 就不可以拿來直接攻擊 它純粹只能掛著 變成它始終還是一種運輸性的功能 大家要注意 掛了這個彈之後 又不代表它純粹是一個運輸機的狀況 掛了彈之後,其實它都能夠作出攻擊 例如其它機翼有些地方可以擺放AIM-120 還可以有一定的空戰性能 所以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帶一兩飛的AIM-120 有時甚至乎可以掛AIM-9X 然後固然有內置的油箱 我們剛才所說的油箱 再攜帶6個6飛的J-DAM 作出任務攻擊 攻擊後還可以把剛才所說的 第一排的掛架J-DAM 那6飛就不能打 直接回機地 回機地又可以拆下來 又可以被其他戰機 搭載它們接下來用J-DAM的情況 挺過癮的 因為這種ACE 這種孤雷服務其實不只是F-15V做的 以前F-22也有研究過 做這些職業孤雷 快速職業孤雷的情況 所以都頗有趣 我們這樣形容 這種快速孤雷的好處就是快速 真的非常靈活 大家知道調動戰機 給運輸機的需要的時間快速 所以戰鬥機很快速就可以升空 然後快速去到附近的機場 然後放下 就可以立即使用 好處就是這種彈藥 因為掛架整體都是符合戰鬥的裝備 基本上你來到馬上拆掉 放在下部機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用C-130又如何? 你用C-130的時候 J-DAM的東西就不會安裝好 基本上落地後就要繼續組裝 所以你也要有一定的後勤人員 有個地方組裝 有個時間差等等 投入戰場的Readyness 就沒有那麼高 即使作戰的節奏會慢下跌 如果你用F-15E攜帶 這裡擦裝那頭裝後一部新的 感覺好像把器官捐贈一樣 直接就用得了 不用幫它暖暖 不用幫它裝掛架 不用幫它製造其他東西 所以看起來也挺方便的 以往可能一次過要有梁架司 運送一些人員、裝備等等 而現在變成就可能不用了 可能一部C-130加到F-15E 其實已經相當不錯 但這個世界都是這樣 有辣有不辣的情況 你發覺如果運用到F-15E去運送 它本身的航程一定沒有C-130那麼遠 這是第一個情況 變成武器在何的情況相對低 始終是運輸機 它說的噸位當然比F-15E高 但因為C-130較慢 F-15E較快 所以各有各感覺 你感覺就像F-15E的士 Uber快速送到 不過量少一點 如果我們說C-130 真的是一輛貨車 不過就慢一點 其實這是一個戰術彈性 你可以觀察一下 如果你要很急的delivery 你都沒有辦法 你可能用到ACE 這種職業快速的故事 情況 也不錯 說到ACE 這種快速職業鼓勵 這種戰鬥的配置 這種實驗 現在放在美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 正在使用 因為空軍很強調 他們如何迅速建立一個新的空軍基地 以及戰力可以立即提升 要快速回復 然後恢復他們戰鬥力的情況 以及回應的呼籲 印太司令部 接下來美國要將分布式殺傷力發展 包括這不是口號 這是事實他們要 如何打算將他們的機隊分散 所以機場要分散 這些位置可以令到ACE 這種戰術彈性發揮到優勢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觀察 F-15E這次指是ACE 我們說快速職業鼓勵 其中一個機型 接下來看看他有沒有其他機型 繼續發展這種機型 既可以一邊扔炸彈 一邊有去運輸 真是神奇 以前的年代有一個叫做戰軍機 即是戰鬥轟炸機 即是一邊打一邊戰鬥 戰鬥得了又可以轟炸 現在還有這隻叫做炸彈運輸機 即是又可以轟炸又可以運輸 即是轟炸運輸機 還可以做後勤支援 真是相當過癮 另外也想和大家說說色形油箱 其實色形油箱事實 好像整個行李艙 這個功能真的有很多 你可以看到有放很多不同的物件進去 當初開發 其實也有想到這個概念 可以增加運輸力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繼續觀察 這個第85的聯隊 這個F15E的武器系統 如何掛載更多的Jadian 或者其他對地的武器 也觀察到這個F15E的測試 可能為了未來的F15EX 即是執行差不多任務 即是執行差不多任務 即是做了一個Polo 所以大家會觀察F15 即波音出現這架機 其實它都不停有些新搞作 這個搞作我們不排除 其實都真是為波音度身訂做 即是讓它更多任務 即是提升它內在機構的價值 即是讓它更多訂單 即使美國空軍再訂購F15BX 也有些藉口 即是不要無緣無故打壓Lokit Martin 就減掉F35單的情況 好,我們下一個消息 我們就談談日本的情況 日本一路以來 解放軍會放軍機 即是無論是蘇三名、超十一等 大陸的軍機基本上 繞電魚台 附近都是越來越緊密 所以日本航空自衛隊 都要派出軍機叛飛 日本通常有兩架的情況 其實日本軍機都有老化的情況 所以緊急起飛這種攔截 去到試它內 就看著它離開 這件事都會令日本的恐懼壓力相當大 即是西南空這個位置 尤其是F15J 機體開始老舊 都會有一定的壓力 我想局勢 由自民黨之前的民主黨那邊 就說到要將這個 掉頭國有化之後 這件事就惡化了 中國其實派到沖繩那邊的戰機 它的巡航次數不斷增加 日本也不是沒有應對策略 他們本身會將西南航空船 這邊會升格 這就是西南航空隊 主要支援更加 另外更加不著數的地方 就是F15J 其實都足夠了 有些都沒有辦法 要退役 如果換了F35A 那就比較麻煩 因為F35A當然會嬌身肉貴 新肌肉貴一點 就不會經常做攔截機 所以到時會不會派F35 這個就未必會 因為F35每次出動 Code Per Hour都貴 是三萬多四百美元一個小時 這樣玩下去 燒銀子就不太好 所以會不會用 繼續傳統這種 戰機攔截戰機的策略呢? 智慧隊也有研究 似乎有沒有用雷達偵測 甚至乎用無人機 一直做監控呢? 這些都是其中的手段 我相信日本那邊都會考慮 因為始終號船這麼貴的戰機 並不是太划算 可能他們要用到一些空中載具 例如剛才我們說 可以用雷達或無人機 判斷對方的戰機 如果在領空附近 究竟突入的機會有多高? 如果真的突入領空的機會高 可能才會派出戰機攔截 似乎是比較合理的 所以我們會繼續觀察 其實戰機的升空攔截 都比以往的次數低了 跟2019年比 純粹看回去年的數據 事實比2019年大幅下降了 所以現在顯示日本 做得好就不如做得好 做得好就不如做得好 真的用多些去觀察 究竟闖進來的路線 速度等等 他們的位置 有沒有需要出動軍機 作出攔截 我想台灣也可以借駕 這種經驗 包括我們說 駕駛軍經常性都飛 運8也好 遷11也好 遷10也好 如果有威脅的戰機飛近 他們都需要去觀察 究竟需要用到戰機半航 還是用雷達一路監測處 還是有其他載具 無人機什麼都好 附近做一個ISR 即是我們說懲監症的情況 這對保留的戰力也有一定的好處 以上 第二節 世界復慧消息的情況 如果大家可以幫忙看廣告 最好 我們有一件廣告 六場廣告 有時有些廣告要太長 就算了 看分禮中就算了 不要看完 都是慘 或者大家可以有兩個設計 可能一部iPhone 一部電腦 可以一個是看 另一個是Play的Playlist 都相當幫到手 另外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Paid forward 可以分享給三個朋友 可以多些朋友 認識多些軍事的資訊 軍事資訊也蠻有用的 可以幫助理解多些 各國鬥爭背後 最基本的拳頭力量在哪裏 另外可以訂閱我們patreon頻道 一杯咖啡價錢 支援本地軍事發展 另外多點留言 記得按讚和分享 課金大家可以隨便 我們有恒星銀行 Payme 和轉數快 多多益視少少無拘 少少都支持本地軍務發展 我們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下支社交朋友 宋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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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